字幕君 李宗盛 梟龍888 165 高拆 風扇再加上背夾 值多少錢啊 梟龍888 165 高拆 風扇加了背夾 四五千元就算得了 不過呢 沒有人會延遲多 如果敢給你一份 人家就看死我了 一部手機 為什麼這麼貴啊 唉 最滑的打線 最好的準備 以前的老闆教我 手機獻的最大功力 從來都是自己的人 兩千又走了 如果你找我 你夠貨嗎 來不及 遊戲手機啊 你還不夠道行啊 Hello 大家好 我是Apple 手機卷內卷化嚴重的 今天細分的遊戲手機 算是一股清流啦 一年呢 就出那麼一到兩台 還瘋狂往遊戲方面 對最好的聊 蘋果看了 都要落淚了 剛好呢 發布前 我就拿到了 騰訊紅魔遊戲手機6 可以先給大家體驗一波 來看看今年遊戲手機的水準 到底如何 按照慣例 覺得發布後的價格真香的 可以把箱子打在公屏上 先來看看外觀 保留了紅魔這幾代的設計語言 總體也是黑科技風的 正面呢 6.8英寸的屏幕上下邊框都是對稱的 還是這種設計語言看著協調對吧 邊框的話有兩個風扇出口 兩個肩鍵 還有極為先進的3.5毫米耳機孔 一個紅色的遊戲空間鍵 背面一個紅魔LOGO的呼吸燈 左右各一個氛圍燈 還有三角形的閃光燈 和諧一體設計的凸鏡頭模組 再加上啊這背面它是糊面的玻璃 所以摸起來這手感還是挺不錯的 16977.099.7毫米 重量220克 而對於我這鮮鮮小手來說 這手機啊就有點太長了 指望不上單手操作 不過這長度嘛 用來橫屏打遊戲 會更像掌機一些 這樣看下來一到十分的話 你們會給它打幾分呢 紅魔6一大升級 就是刷新率提高到了165赫兹 什麼概念呢 iPhone12多少赫兹 60對吧 華為Mate40多少赫兹 90對吧 剛發佈的紅米K40多少赫兹 120對吧 所以啊 市面上幾乎叫得上的旗艦 刷新率都比不過紅魔6 我賭膽引用大師兄的一句話 我不是針對誰啊 我是說在座的各位都是辣子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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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這是什麼公共場合來的 注意一些形象 我只看廣告啊 我只看廣告啊 我現在打紅光 我都看過買後別走發射了 想不想要呢 不用要我 我沒興趣 手機都不擠賣給你 手機刷新率提高到了165赫兹 日常的體驗呢確實是爽了 但是對於手機發熱來講呢 就是更大的挑戰 不過紅魔手機之所以叫紅魔 就是有普通手機沒有的風扇嘛 有人就要問了這風扇啊有什麼作用 兩個場景呢就有大用途了 一個是充電一個是玩遊戲 這兩都是散熱老大男的問題了 可以在設置裡邊呢 選擇當進入遊戲空間或者是充電的時候 自動來打開風扇 分別有智能調節和急速散熱兩種模式 任君挑選 有一說一有了這種物理降溫的風扇啊 比一些廠商鼓吹的什麼玄學散熱來的實際多了 紅魔6是紅魔和騰訊手機深度連條優化的作品 擁有紅魔Arc Reactor遊戲引擎和騰訊Solar Core 遊戲引擎雙Buff加持 確實在騰訊加持後紅魔6的遊戲效果好到飛起 我玩農藥和吃雞的時候啊 畫質和幀率都開到了最高 溫度呢是不怎麼見長的 你要考慮到紅魔6用的是骁龍888 有這樣的溫控 確實讓人感覺還是挺滿意的 當然了如果玩原神這類大作壓力會稍微大一點 除了紅魔6自身強悍的散熱 你還可以用物理外掛呀 沒錯啊就是這個紅魔這個遊戲背夾 和手機匹配好之後呢只需要插入電源就可以進入冰箱模式了 同時呢它還有氛圍燈的夠酷炫的 一般幾分鐘之後呢手機的溫度就能夠迅速降了下來 插下背夾還可以明顯的feel到冷如霜的溫度 仔細看啊你還會發現有水霧這點要好評 拍照方面呢我幫你們都試過了這掃根碼是肯定沒有問題的 後製6400萬像素三攝的紅魔6水準是遊戲手機中上水平啦 畢竟猛男誰他喵的會用他拍照呀 下面樣張走一波覺得Apple拍的不錯的可以彈幕摳個1 我就說掃根碼沒問題沒騙你們吧 續航方面的話呢5500毫安時的電池66瓦的快充 對於165Hz高刷有風扇的手機來說 滿打滿算剛好滿足日常使用啦 最後再總結一下 紅魔6的散熱讓我印象倒是挺深刻的 和普通手機呢確實不是一個高度的 165Hz高刷算是目前行業內的最高水準了 而作為目前獨家擁有如此高屏幕刷新力的紅魔6 其產品水準不言而喻 所以你們會考慮這樣一台紅魔6遊戲手機嗎 好啦 以上就是視頻的全部內容 如果你也喜歡我的視頻 忘了一切三連支持一下 我是Apple 我們下期視頻 再見吧 默默的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你下期見